台北市長郝龍斌他說 不只是要天天開罰 還要研究還有其他的方法 來處理這樣的狀況 而壹傳媒推出了 以動畫呈現社會暴力事件的這個動新聞 當然我們就看到了 引發了教師還有婦女團體 他們高分貝的譴責 而對於是不是應該要制止這個動新聞 知名的電視製作人王偉莊他認為說 動新聞是在中華電信的MOD付費頻道來播出 所以影響比較小 不過他也認為呢 台灣的電視台應該不至於被動新聞給牽著鼻子走 電視材子王偉莊製作的全民最大黨 老是這樣也與台灣媒體 沒想到壹傳媒大老闆黎智英 果然把這些元素放到新推出的動新聞裡頭 在北京宣傳舞台劇報導一村的王偉莊 對於以動畫模擬呈現社會新聞的動新聞 是否將對社會風氣造成不良影響 他這麼認為 就看到以後的平台是哪一個平台 如果這個平台是你自己付費去看的平台 那就跟法律的問題吧 那FreeTV是直接到你家裡去看 那就要受一些管制嘛 這個可能想法很創意 可是能看多久不知道 就是說能看多久不知道 那東西對你的傷害也是怎麼樣 或者是怎麼樣也不得而知 王偉忠曾在雜誌發表文章 對媒體圈乳播屯浪 被文家醜聞的現象表示憂心 不過動新聞在台灣出事提升後 是否可能引發電視台跟風 王偉忠倒是沒有那麼悲觀 不會被浪潮淹沒吧 我覺得電視人這樣子也太慘了吧 電視人怎麼一個事情就會影響到電視人各種的表現方法 我覺得還不到這個地步啊 遺傳媒的動新聞到底是販賣暴力色情 還是還原事件真相 不只是台灣的新聞界話題 電視人也在看黎智英如何出招 中間新聞蔡長江南少威 北京採訪報導